-3 字幕,ül success,blo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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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 大家好 歡迎收聽網向編輯部的節目 今次就想和大家說一下 現在在澳洲發生的事情 相信很多網友都有用微信 尤其是內地網友沒有了微信 根本可以說得是生活成問題 只是由於中美關係現在變得非常差 而且已經持續了好幾年 在大洋洲和美國最緊密的盟友 澳洲在過去幾年 也受到相當嚴重的影響 在上一屆莫里森政府 莫里森這個人是非常反華的 在過去幾年 澳洲和中國之間的關係變得非常差 在過去幾年 中國和澳洲之間很多的貿易 出現不少衝突 但自從澳洲新政府上台之後 雖然我們看到大家之間的態度也改善了不少 而且在貿易方面 中澳之間有不少領域都恢復正常 只不過這樣 在澳洲本土的政治氣氛 仍然是充滿著反華的情緒 很不幸的就是這種情緒 現在蔓延到一般華人經常使用的通訊軟件 就是WeChat 在節目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點贊、訂閱和分享 訂閱就訂閱我們三個頻道 網韓編輯部 正響報和曬冷氣 這就是我們團隊最大的支持 最近澳洲政府 這樣的舉動 也引來不少擔憂 根據澳洲國會的審查委員會 最近就有議員表示 就說擔心 有些外國公司 可能對國家構成安全風險 同時他也表示 希望澳洲可以像TikTok一樣 封殺微信 但目前這項提議 仍然是審查之中 如果真的禁止的話 很可能會導致很多華人的生活構成不變 因為我們每天都需要使用微信 和遠方的親戚 或者附近的朋友 來保持聯絡 不僅如此 更加經常會使用微信 來分享一些最新的資訊 例如附近有什麼特價貨可以買 或者你所居住附近 發生什麼特發事情 但如果在澳洲真的禁用微信的話 首當其衝 就是澳洲的華人 微信這個手機應用 自2011年的時候 就已經成為全球華人的一大通訊平台 據說 這個應用 每月的活躍用戶超過10億 大家都好 喜歡利用微信 來當去和國內的親友保持聯絡 又或者 有空的時候 就看看朋友圈 看看你自己的親友 親友的最新狀況 除此之外 有很多人 都是透過微信公眾號 來了解最新的資訊 當中包括新聞 時事 經濟 甚至乎 求職 學習 等等 最新資訊 基本上你都可以 能夠在微信的公眾號 搜尋到 可以說 微信已經成為華人必備的軟件 例如 好像在 2019年年底 澳洲所發生的恐怖山火 不少的華人 亦都透過微信中籌 又或者 組織協調籌款 和救災 以及重建 甚至乎 在上一屆大選的時候 前總理莫里森 更加是開通了微信的帳號 來發布一些視頻 甚至乎文字來拉票 可以看到 微信在華人圈 那個重要性在哪裡? 一個這麼反華的前總理 連他都會用到微信 希望可以從華人圈裡 爭取多一張票 但很不幸的就是 最近被澳洲政府看中了 據說 是由於 微信缺乏透明度 可能會因此 遭到封殺都未定 澳洲聯邦政府 目前已經成立一個 議員小組 討論 要不要禁止微信 其中有小組成員 更加撰寫了一份報告 敦促聯邦政府 要更改 對微信的監管 當中包括 對微信的所有權 以及內容審查程序 提高透明度 以及出具更嚴格的要求 如果平台不遵守 就可能會被罰款 甚至被禁用 而根據澳洲的內政部長 Claire O'Neill更加表示 目前他們將會對這些建議進行考慮 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澳洲政府就已經封殺了TikTok 就是禁止所有澳洲的政府設備 安裝以及使用TikTok 很不幸 現在聯邦政府公開討論 要不要禁止微信 就這件事方面 微信官方也作出回應 根據微信所屬的騰訊公司 就表示 現在 在檢視報告的具體內容及建議 以及怎樣 可以跟這個委員會的會員 溝通 而微信會致力保護用戶的私人 並會為用戶提供一個安全 保密 以及多元化的平台 來對與親朋戚友 以及企業保持聯絡 據說 騰訊也表示 不同意報告內容所述 並且強調 會繼續跟澳洲相關的持份者 保持合作 希望可以解決進一步的擔憂 從而確保 澳洲人能夠繼續 通過微信 保持與他人聯繫 我認為 騰訊這樣的聲明 暫時的例子 都是很官腔的 不過我相信 騰訊在這方面 也會很積極地 和澳洲政府 保持合作和溝通 不過這個委員會 在上個月 向吳信公司 提出了多達53條問題 騰訊在7月26日 就已經回信了 當中他們特別強調 WeChat和微信是有區別的 WeChat 也就是海外版的微信 WeChat總部位於新加坡 是不受中國法律所管轄的 可以看到 騰訊 他們的操作方式 其實和 字節跳動的TikTok 差不多 內地 就有抖音 海外 就有TikTok 而海外的應用 就把總部 設在新加坡 而騰訊也是 以同樣的方式來處理 從而能夠解釋到 為什麼 可以不受中國法律管轄 不過 為了公平起見 澳洲聯邦政府 較早前 也召集了各大社交媒體平台 看到就外國干涉這方面的問題 舉行過多次的聽證會 當中包括Google、Twitter、Facebook和Instagram 都會有份參與 而在7月份最後一場聽證會上 微信就拒絕出席 因此 就引來不滿 根據騰訊的發言人就說 因為騰訊仍然是 詳細地去閱讀 這個審查委員會的報告 並致力要保護 用戶的私隱和安全 但是這個舉動 就導致 其中一名審查會裡面的委員 感到非常不滿 更加警告微信 如果微信繼續拒絕出席委員會的會議 不可能無可避免地 是否願意按照澳洲法律合作 作出見論 並提出相應的建議 說就說得很觀看 但實際上 就是向微信發出最後通疊 如果你再不出席這些聽證會 你微信就聽封殺了 根據澳洲諾伊研究所的研究 當中有多達47%的澳洲華人會使用微信 對很多華人來說 微信根本幾乎是生命線一樣重要 微信除了作為一個社交平台 更多的時候也作為一個貿易的工具 除了保持與海外的家人聯繫之外 很多時候都會用來做生意 微信可以讓大家建立不同的群組 開設朋友圈 甚至乎可以訂閱一些公眾號 從而可以推送文字和視頻 而且很多華人也透過不同的社群 來經營他們的業務 有不少人透過朋友圈 來吸引新客和留住舊客 甚至乎通過分享視頻 來賺取額外的收入 所以如果真的被禁 這個問題不單止影響一般人 和親友保持聯繫 更加可能會影響到不少店家的生意 因此更加有澳洲學者表示 如果真的禁制微信的話 恐怕對華人社區來說 會造成很大的傷害 在華人圈裡面也建議 政府要謹慎行事 不要隨便禁用 像我自己這樣 我自己也經常都會瀏覽微信 看看附近有什麼商家做特價 而且我更加曾經利用微信 來進行招聘工作 而且迴響也非常不錯 雖然目前澳洲政府 仍然致力於改善和中國的關係 但我們同時也看到 澳洲那種反華的政治氣氛 仍然是廢之不可 我相信 也是因為有人借題發揮 同意對微信製造麻煩 而這種影響 相信 最主要的原因都是來自美國的影響 不過 微信的問題 執政工黨 到目前為止 仍然沒有提出任何意見 我看到 工黨也不想 就這件事得失華人 同時 工黨的議員也表示 如果在全國範圍內 謬然禁止一個應用 更加可能 會導致強力的反彈也未定 甚至 假設真的禁用的話 可能會導致一種打地鼠的遊戲方式 意思就是會衍生出很多不同的應用 來取代澳洲的禁令 而澳洲的綠黨更加表示 任何建議都應該要保持中立 不應該針對特定的應用程序 我自己就認為 這些由於政治所帶來的影響 或多或少 影響著我們一般海外華人的生活 目前只能夠希望澳洲政府 做事要三思而後行 不要因為一些政治取態 而損害國家的利益 但是 澳洲又能夠抵禦到 來自美國的政治壓力 我們聖無以待 好 今次就講到這裡為止 下節回來 再跟大家分享其他的話題